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BV4S贵了20万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也顺便试驾看看 跟BV4S差在哪里 到底买BV4S就好了 还是要买速发路的好不好 首先看一下映入眼帘 我觉得这台车呢 比起之前的BV4S 蓝色跟红色 我觉得比较好看的一点就是它是黑的 有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整体上看起来 没有那么突兀了 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BV4S 我还陷在那个抢购热潮里的时候 那时候疯狂的我 APP下载完马上点订购有没有 在抢的时候我就是 我就抢黑的 结果我没抢到嘛 它说什么上市什么五分钟 1500台抢购一空 好像在卖高丽菜一样 嘿 这可哩 好险我没抢到 我把你转单加价买 好不好这个传奇大家去看以前的片子 这个历史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那时候呢 我就因为这个防刮材质很突兀的 大面积的防刮材质 所以我本来那时候 如果我自己订购的时候 我是要订购黑色的 那人家转单给我们 跟后来人家卖给我们的蓝色跟红色 其实看起来呢 都会稍显突兀 所以呢我觉得黑色这一点就加分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头灯是不是比较漂亮阿呆 它少了一个灯没 我记得BFORCE是延伸过来的不是吗 对不对 它多一个塑胶盖嘛 嗯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耶 比较有那种锐利的感觉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LED的 四个LED的 而且它有这个自动的远光 它觉得泰安会帮你打远光的灯 还有第二个我觉得黑色好看的地方就是 因为呢它的前面是没有水箱护照 所以它是整个盖起来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别的颜色 例如白色阿 这一片超突兀的 就跟你看到现在很多那个谁也这样做 Volubo也这样做 如果今天它这块是一个 比如说白的 白车身 然后这块白的看起来就很奇怪 它整个黑色的水箱护照 看起来我觉得就比较不会那么突兀了 然后下面有一个银色的饰板 当然下面也是一样大面积的防挖材质 那两侧也是跟BV4S一样 有这个进气的通风网 然后呢比较特别这个 诶 我都不知道做这颗干嘛啦 那个清洗头灯的啦 这样啦 哇 有空嘛 要帮它清干净 很容易脏嘛 把它清干净 不是啦 我觉得这很足悟啊 就是它坐在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有点 好吧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侧面 第二个强过BV4S的地方来的 20吋的银圈 比较18吋 好不好 所以这很期待我等一下开起来呢 它的平稳度会不会更好 比较不会那种摇晃感 是不是一样也会晕车 满期待试试看的 那这里一样 它是按压式的没有自动的 是那个CCS1 好不好 有两个护盖 上次我在尿哪一台车没有护盖 Paris Paris没有护盖 对不对 那这边贴心提醒 车门要解锁才可以拔枪喔 啾咪 哈哈哈 奇怪 这怎么都要贴那么黑啊 我发现开这个车的鸽子 我记得前一台BV4S鸽子的鸽子 鸽子的鸽子很黑 还是原厂就这么黑 出来就这样 送的吗 还是他说 现在业务都这样嘛 林先生 你购买的车是黑的吗 我想说鸽子帮你贴黑色 比较搭配 颜色比较好看 有没有可能 有也是可能 可是黑色比较便宜 嗯 哈哈哈 好不好 然后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这个它是有大天窗的 全景大天窗 然后侧面呢 有一个防滑材质 接下来这边都把它护板保护起来了 就比较不会看到那个门的门缝 有些人很 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你知道吗 就是不会看到下面的那个缝 你如果没有这一块 下面是不是就是一条门缝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你看黑色车的坏处就是这样 有指纹 有没有 对黑车就是这样 麻烦 就吸着了 然后呢四轮传动 那一样后面有一个 两个很像兔耳朵的这个扰流板 然后这边也设计了一个小小的 像压尾 那因为它这个很紧邪的关系 所以它就没有做鱼刷了 因为它这个意思是脏污呢 可以被空气带走 所以它没有做后鱼刷 然后后面呢 苏巴路的字样跟Sotera字样 下面加一个EV 对 尾灯也不一样 尾灯它有这个遵循苏巴路的传统 双膝型的 这边有贯穿吧 没有 没有嘛 这边很特别 它做两点 这个地方我记得跟BV4S的设计 也是不一样的 那后侧的下方 几乎有1%以上 超过1%的保杆 都是采用防刮材质 那后车箱呢 空间不算特大 被这个削下来的鞋背 影响了它的高度 它这个可以调高度 我记得 它这个有遮板 遮板可以这样 有没有 釋放出一点点的空间 好 下面一样 充电线 有没有 蓝色的 一样 这个应该是手套箱的置物盒吧 我猜 旁边有两个挂钩 4公斤 MAX可以承受 这个不知道是车主自己贴的 它怕上下车磨到自己贴的一个不支布 然后它影响的这个贴膜也还没有撕 那印度眼里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 铺色的座椅 打孔的 那一样它有这个前座椅有通风座椅吧 欸干它通风座椅 没有 为什么 我记得别的 我记得有啊 还是它是方向盘 它也没有啊 它也没有定在方向盘 它也没有定在方向盘 我印象有啊 通风座椅 我记得有 它有多一个这个 好像说是 这要怎么开啊 流媒体 电子后视镜 它这里有一个流媒体 这个是多出来的东西 那主要是这边 它有XMOD XMOD 进去以后这边就会出现雪地跟沙地 四轮驱动双马达 除了铺色内装以外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它这里有波片 不过它这个波片不是在换挡的 它是在让你调整 你的回冲的段数 回冲大 乔到依序好像有四段 从最大到最小 那一样 方向盘一模一样 加竹式的 旺竹的仪表板 也一样 这边没有手套箱功能 那据说 为什么这个没有手套箱 是因为它这一次冷气的设计形式 跟以往不一样 所以就牺牲掉了手套箱的空间 是因为冷气的关系 据说是这样 那椅子坐起来基本上很一样 有个比较特别 它虽然是全景式的天窗 那它中间为了要加强补墙结构 有一根很粗的杆子 这边有一个杯架 那它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去调整滑动以及开启 然后里面有做直滑的 然后这边给拿起来 好有双层 底下呢 有两个Type-C的充电孔 然后还有一个点烟器的充电孔在这边 那一样这边有一个 我通常都把卫生纸放在这里 而且也不会 从外面看起来也不会觉得难看 仪表板中央的控制萤幕 都长得一样 那一样是有一排的实体的空调的按键 那上面呢它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车辆制定 车辆制定 灯光 车门的控制 还有轻松离座 这个叫轻松离座系统 轻松离座系统 最保90% 一般很多电车 特斯拉应该他们都设90%比较多 连接器 连接器锁定 自动锁起来 或是锁定或解锁 就是拔枪的嘛 我刚刚有贴心提醒大家 JuMe的 大家讲 你从这边可以设计很多 然后一样 换挡模式呢 也是包皮退下型的 你要先包皮退下 才可以排到R挡 那P挡 按一个按钮 就回归P挡 跟Beautiful的时候一样 我看一下后座应该也都长得一样 去后面看一下 后座呢 一样齁 就是除了皮翼的颜色不一样以外 后面一样 两个出风口 大概两个Type-C的充电孔 可是这个怪怪的 留白太多 然后我记得后面的这个 可以再直一点吧 就两段而已 一般就这样 到底了 就这样 要比较烫 空间是蛮OK的 前面是我的坐姿 然后我想试一下 拍一下它的那个拉帘 好不好 有One Touch 我说好酸 OK 好 打开 Open 有了 按大力一点 多了这一片 四传 大铝圈 它除了四轮传动 大铝圈以外 它也有SX Drive 给你选 可以沙坑越野 脱困 大天窗 国内装你们自己见仁见智 大概最 流媒体 电热方向盘 通风椅 四眼四LED头灯 20寸铝圈组 玻璃天窗 驾驶座四项电动调整座椅 副驾驶座 副驾驶座也有电动喔 高解析度的电子后视镜 多段式动能回充的调整波片 对就刚刚那个 然后这个抓地力的控制系统 Grip Control 然后再来三种驾驶模式喔 还有Novo Power跟Eco可以选 我看到有Drive Mode 我等下选一下 还有智慧型自动停车辅助 自动停车BD不是也有 BD没 好啦 反正大家自己去比较一下 好不好 我们等下去试开看看 看这个车呢 是不是真的有比BD4差还适合买 2啊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车记录器 秉持着实验的精神 四轮传动 马力好像比较大喔 BD4S201嘛 这个215啊 4马达 但是它这个续航里 常常短一点点 如果把回充关到最小 基本上它就是会滑行的状态 就开起来真的还蛮像汽油车 不是 为什么 我就问 为什么明明是电动车 要做得像汽油车 对不对 不应该吧 为什么你明明就已经吃素了 你还要把那个做成鸭子的形状 它有鱼的形状吗 对 为什么你已经吃素 你还要标榜说 这个吃起来呢 非常的有肉感 我就问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这个它明明就是电动车 它可以做成像电动车一样 不要像油车一样 我跟你讲 这就是跟吃素的道理一样 就是为了给那一些 有没有 它是衔接教育 对不对 它每个人不是一出生就吃素 它可能它本来吃肉 它正要进入这个吃素的状态的时候 它还是会怀念以前吃肉的感觉 所以呢 为什么电动车要做得像油车 就是给你们这些小白 像小丝这种 会碎碎念的 所以它做得开起来像汽油车 让你习惯一下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吧 我觉得啊 避震器就是过坑洞的反馈啊 比起BD-Force有稍微的硬朗一些 但你做起来有感受得出来啊 还是你觉得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其实刚刚开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避震器有稍微 感觉到它的 我当然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重量的关系 这台车重量有没有比较重啊 有 比较重对不对 2030-1900多了100公斤耶 130公斤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重量的关系啦 因为它比较沉嘛 所以过坑洞的反应就会比较 绝对比较硬朗一点点 就余震没那么多 你看我现在过 伸作风 大概两下就没了 可是那个BD-Force余震很久好不好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 对 这个0-100比较快喔 6.9秒而已喔 我记得 那个BD-Force好像8点多秒 BD-Force是7.5秒 BD-Force是7.5秒 好了 Anyway Whatever 差20万我觉得要买这个耶 差20万我觉得要买这个耶 重点1 全景天窗 你看人家特斯拉整个 这么大个的包囊 虽然我们在想说很热啦 但是至少像它这个有遮板嘛 那再来第二个原因呢 是这台车它这边的键是全慢的 BD-Force是这边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多了那个X-MODE 还有一个越野的功能 它越野是真的可以喔 它的叉速器的喔 它是可以 轮子可以分别控制的 是真的是可以脱困的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车 好像没有一台 有强调这样的功能吧 大家都知道空间怎么样啊 电耗怎么样啊 多久可以充保电啊 充了可以跑几公里啊 对吧 大家都在说这个 鲜少有人 去强调这个功能 所以呢 这个对一些 喜欢戶外运动的人 我觉得这个四轮穿动是不好的耶 S-MODE是一个 精神上的存在 苏巴鲁 虽然这个车很多人就说 水平对卧引擎 苏巴鲁就是要水平对卧引擎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水平对卧电池 没有啊 它电池好像没有分两边 电池都是平的 不过主要它的四轮穿动 精神有延续过来啦 我觉得 马力上面呢 也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如果它的 减震筒的模式啊 主你没有调整的话 那应该就是因为 没有车重的关系 我按一下 还有一点 嗯 我已经控制的很广泛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 行车味道跟比例 法也是什么 如出于车 我真的把它那个 滑动回冲模式 调到最轻以后啊 它就真的非常的 濕滑 真的很像汽油车 完全没有那个 阻力的感觉 那我现在我要按上 我看吧 我看看 好 马上这包菜好大的煞车的感觉 我要运用我的角力 好不好 我觉得我开得很习惯了 怎么办阿呆 我越来越习惯了 我开电动车又越来越习惯了 怎么办 PT4S开了一个多月 然后之后的那个 进那个Model Y 现在在这个 Sotero 我又很习惯了 而且我们有快充站 这可以充 可是它的充电速度不快 对不对 就是没有办法像其他的车款 那么快速的充法 我记得好像很多人在讲说 它们的快充的速度 比较慢 那你们觉得我的 油门控制有越好 而且我跟你讲喔 我这样过完 我都没有踩刹车 我就用踏板的那个回充 你知道吗 你已经变成这样了 好够空耶 神之角 蛤 神之手指加神之角 所以现在你可以不用刹车 挺容易的 不行啦 很容易还是一定要刹的 怎么可能挺容易的 不用刹车 只是说你可以用脚去控制那个刹车 我到现在我才踩刹车 刚刚前面都是用油门控制的 One Pedal OK 我到现在都没踩刹车呢 阿呆 这样怎么还不用踩刹车 没有踩刹车 够告 我给你够个真正的脸 来咯 我刚才讲了 Million A 这么快 轻轻松松 马上就咬到它的屁股 七字头 来过弯一下 快一点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觉得它开起来 稳定性比较好 然后底盘反馈会比较好 因为它20寸 比例只有18寸而已 真的 过弯极限更大 你看 有没有 可以 可以 但我觉得SUBARU有个坏处 它好像没有 感觉 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看它发表这台车 好像听说 我听说的 有错 欢迎指证 好像就是有车媒有问 你们有什么快充的 扩充计划 扩点的计划 我想 台湾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快充站 你这样知道意思了没有 所以 我相信 大家未来 在充电方面 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险它没有说 你说 你说 请问一下 未来有没有 扩充 快充站的计划 你说 你说嘛 你说说看 看我们在外面攻击 你懂的人就懂 应该还好吧 这我觉得是一个梗图啊 不是吗 你有看到这个梗图吗 我是看影片的 对啊 还有那个啊 GIF也有啊 没有 这只是博君一下好不好 没有什么那个意图啊 它这个我跟妳讲 这个冷气就是冷而已 一样电动车 Model Y就差几天拍而已嘛 对不对 一样热对不对 我想要穿 我 我想穿外套勒 我跟妳讲 Coyota系统的冷气是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冷啊 我没有在开玩笑的 我真的吹到现在会冷啊 今天天气有够夸张啊 那一天 Model Y 我们是真的沿路吹到 也是都开那么大 但是真的没有冰冻的感觉 这冷气真的好冷 而且这台车是黑色的 吸热 对 又吸热 上次那个Model Y白色的 我们也全景 真的啦 这个冷气是没话讲 我真的觉得坦白说啦 189万的价位 跟Model Y 212万嘛 我觉得 它会卖得很可怜 卖得很可怜 如果两台你会想买哪一台 价钱差这样 可是我好像会选这个耶 为什么 我就喜欢跟每人不一样 你跟别人不一样 好了 有没有 各位观众朋友 凡指标来了 阿呆考粉红色 你的车千万不要 就不要考粉红色 因为它做到你一般人 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 阿呆刚回答了 他说他可能会选这个 那你们知道 大部分的人呢 应该是选Model Y 好不好 凡指标出现了 跟台南Jush一样 你知道吗 他每次预测黑 最近张志豪表现不好 隔天人家打拳在打 哈哈哈哈 那真的有点準耶 你看都去爱笑你知道吗 就是想笑 看张志豪打拳在打的时候 我就笑了 你知道吗 我是为什么 我是替我的朋友感到开心 因为成为板指标 也是一种开心 好啦 所以我觉得喔 它卖这个价钱 有点辛苦 我是不知道新车现在折价多少 应该会有折旧啦 你看BD4S一降再降 本来要涨十万嘛 一降再降 好像有领牌车 库存车 好像很优惠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这个新车也许 应该也会有一些优惠嘛 但是如果在没有优惠的状况之下 我真的觉得 190万跟212万 感觉上不太一样 而且会不会这种车 已经被塑造成一种 你哪有塞这个那种感觉 会吗 会吗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因为BD4S啊 被阿呆弄一个 不是 应该不是我 是我们吧 我跟你讲啊 我出事了你也要算一半 不要想太多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告诉你 买我们这一台就对了 因为我们又割了韭菜 这20寸的铝圈 真的整个过弯的稳定度跟信心 多非常的多 而且在高速公路上面啊 也能够感觉到 它的整体的稳定性都是上升的 真的啦 它过坑洞余震没那么多 我没跟你开玩笑了 它那你总会觉得差不多 可能刚做完Model Y吧 哦它更跳齁 对啦 Model Y更跳 比起Model Y它还稍微的 柔软了一些些 柔和了一点点 这样的调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而且啊 我觉得它的铝圈的样式啊 也比BD4S好看很多吧 BD4S那一个盖子还会喷出去 轮载会喷出去 它这个就不是盖子了 这不是啊 它这就是铝圈啊 所以证明了 有必要说 电动车就一定得弄那种 扁扁平面的那种 不好看的那种铝圈嘛 我就说打着节能人的名义 可以干很多事 是不是这样讲 不过的确这个比较耗电啊 可是它有可能它铝圈大啊 又双马达 马力又大 多了十几匹耶 有差那个一个铝圈吗 我是其实有点怀疑 那就跟汽油车省油一样 以前大家都在那边讲说 我一公升可以跑几公里 蛤啊 你知道我轻车走就十几了 现在大家在比什么 我一度电可以开几公里 我充电多快 我续航里程可以多少 现在大家比这个 所以省钱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白饭免费吃 跟白饭吃到饱是不一样的 消费者的想法 白饭吃到饱 店家的想法 白饭免费 就这样而已 好 就是认知上会有差异 我觉得整体上面啊 我是认为它是比BVFORCE 还会想 令我想买 但是如果189万 我不太会想买 我啦 便宜一点我就觉得 可以买了 那至于便宜到多少呢 每个人心中的一个 價值观不一样 如果是我的话啦 我觉得这个车在 假设在150万 我觉得就很可以买了 那不可能啦 人家赚钱嘛 所以来买我这台中古的 哈哈哈哈 跑2500 591公里 缺焊 没有通风椅 有点差 不过它的冷气这么冷 应该是可以 稍微掩盖一下这个缺点啦 但是以BVFORCE 来讲有啦 但如果真的认真 比起BVFORCE 黑的看起来又有点 CMA9 就是有点无趣的感觉 我相信 我不知道市面上 因为这个BVFORCE 滞销的关系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车主 他有去问过 哪些车行 敢收或不敢收啦 那我当然 我是以我自己 敢收的价格 我是买130几万 因为车主的关系啦 我们就不透露啦 那到时候 好我们上架的时候 到我们公网去看 我是觉得还蛮 可以买的啦 但是你 真的用它的原价 我真的是认为 有感觉好像 选特斯拉是更好选择啦 毕竟在电动车上面的一个科技啊 3C的科技啊 感觉会强很多啦 也比较主流一点 这个你们自己去选择啦 你知道那个 现在那个Model X啊 有一个叫Plan版本 是不是叫P什么 反正就是有一个 最高马力1000P的那个版本 反正那个保险公司不成保 我判开太快了 靠腰啊 你买一台车 保险公司巨保 也太硬了吧 那很可怕耶 你钱要够多才可以开 那今天这个 苏巴路的 B 不是 干B力 干脑子 苏巴路的Sotera 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影片记得分享留言 看小铃铛 下周见拜拜 打敬权 那你知道有80%的女生喜歡有腹肌的男生 80%喔 但是有80%有腹肌的男生呢 他喜歡的不是女生 但是呢 又有80% 没有腹肌的男生 喜欢女生 所以我帮你找到 你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因为没有交集 你有沒有发现 除非你都是那20% 要不然你没有交集 你知道我上次我不是有讲那个 買coco飲料的那个笑话吗 有人竟然因为这个笑话 donate给我们 超级感谢 所以底下留有 他说干我刚才发生 这全部人都真的会遇到 很多人应该都会遇到吧 非常有同感好不好 还有一个女生洗澡的要一罐 洗头发的 润发的 护发的 护色的 要好几罐对不对 然后男生是怎样 男生一罐洗头洗脸 洗澡 洗车打蜡 全部都一罐就好了